近日,站在外籍秋日轮的驾驶舱里,长江银行中心高级银行员蔡文鹏全神贯注,注视着长江里来往穿梭的大小船舶。 夏文鹏手持的甚高频电话中,不断传来传播动态和会让信息。 他指挥安航托一号、安航托六号两艘大马力托轮,将外轮托出驳位,缓缓滑入长江航道。 巨轮上搭载着3.6万吨货物,出现后将驶往沙特阿拉伯的达曼港。 对外国籍船舶实行强制引航,不仅是国际惯例,而且是行驶国家主权的体现。 由于国际海轮近江,不熟悉地形,船舶进出港口时,需有人指引,协助船舶靠离码头和航行。 承担这项临时船厂工作的人,就是银行员。 总共估计有100多条应该不止。最开始的是什么马船的暗调啊,还有那个工程车,挖具机啊什么的,汽车什么的,比较多一点。 到现在,到现在主要是那个货物品种多了,有那个高费价值的那个天然气,天然气模块。 2023年,是共建一带一路倡议,提出10周年。南京海关统计,10年来,处于一带一路交汇点上的江苏,与一带一路共建国家,竟出口总额从2013年的1.16万亿元,扩大到2022年的2.23万亿元,年均增长6.5%。 我引用的第一条一带一路的船舶应该是韩国级的东邦进入一号轮。这个船主要装载的货物是海水单号设备。 那个船呢,也是超高超宽,引用了大概接近8个小时的时间,从港型中的码头引用到长江口,然后上海引港交接了以后呢,通江大海走向世界。 在王任看来,由于长江下游通航密度高,竟出江船舶大型化。如今,船舶个性化靠拨方案的需求越来越旺盛。 以前我们引用的船舶尺度比较小,就是左舷靠拨,那么现在我们实现了钉子性靠拨,掉头靠拨,甚至包括道行,这些是对我们银行的压力,包括挑战也是越来越大的。 在江苏省张家港港新重装码头,一台全自动集装箱场地轨道调正在就地组装。 待其组装完成,将被整体上传,发往一带一路共建国家。 王任是土生土长的张家港人。在他看来,共建一带一路倡议连接起来的,不仅是世界各地的货物、订单,还有人。 经常沟通一下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,当然我们也是用他们的文化,保证安局的勤力下,给他们送了一些我们具有中国传统特色的,比如中国节啊,春联啊,向他们解释一下代表这种好的运气啊,船长也是很开心的。 你能想到吗,我们在一艘德国船上,在春节前吃到了饺子,这是船长特意给我们准备的,他知道我们中国的这个传统节,我们是很感动的。